嗨大家好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最近過的還好嗎 到了聖誕氣息濃厚的12月 大家的腦中會想到什麼呢 We wish your Merry Christmas 沒有啦今天呢小廚神Mae 要教大家做一些適合Christmas 跟家人好友分享的美味甜點 重點是這些甜點呢 都是為喜歡運動、健身的朋友設計的高蛋白 吃了又不會有太多負擔的一個美味甜點系列 那跟大家老實說我私下呢在做甜點的時候 我很常都是使用MyProtein的產品 我真的沒有在騙人 就連我自己也吃上很常喝的奶茶口味 這個一大包我現在已經喝到這邊 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大家看到IG那些麻糞啊蛋糕食譜 我都是偷偷加這個素的高蛋白粉 因為它就是特別的low sugar 然後也沒有蛋白的怪味 所以我特別推薦 那說到MyProtein健身的人都會知道 他們就是來自英國 真的世界之名運動的人士 都知道的補充品品牌 所以我真的很意外 就是MyProtein他們注意到我研發甜點的能力 然後跟我合作這支影片 那今天呢就是會特別介紹 就是我平常是怎麼用他們的產品來做甜點 然後順便跟大家開箱一些他們新的品項 讓大家在聖誕大折扣的時候 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產品 又可以跟著我動手做料理唷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準備開始跟著我料理吧 我要用的是奔った 就是看我每天都不堪 在家的圖案上 有些之間的海外 我都可以跟著我 這就是他 現在一家的貨物 還有外皮 我都可以做的 挺喜歡的 我用的是unflavored的 因為我怕其他口味會有甜味 但是這一款它真的是幾乎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就是加在你想要做的甜點的食物 去增加整體的蛋白質的含量 那如果你不小心粉加太多或者是太乾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加一些像是牛奶豆乳或杏仁奶的液體狀 就是讓它的濃稠度是剛剛好 然後現在呢我就用的是這個protein chocolate 那我用的是chocolate orange flavor 就是它會有一些柑橘的一些香味 那我覺得這個巧克力很厲害的是 就是它吃起來都是好吃的巧克力 但重點是它這樣子整片有19克 將近20克的蛋白質 我自己其實還蠻喜歡吃這一款 因為它就不會說太甜 然後大概有一點那種水果的清香 所以就是我覺得也很適合當那種下午茶零醉 那些蛋白質含量加進去已經大概有將近50克的蛋白質 我覺得很驚人 好高零炭 我來講解答 可以先一邊做更多的 是一段時間我們很驚人 這是一段時間的 小蝶馬 小蝶馬 你要蚶馬 小蝶馬 小蝶馬 000 小蝶馬 好,那這個高蛋白抹醬呢,是MyProtein它的那個人氣產品 那大部分的人使用這個白巧克力或巧克力抹醬塗抹在吐司上面,就很好吃了 但是呢,今天我要分享如何用這個抹醬跟超級簡單的材料做出很可愛的高蛋白餅乾 沒有那麼好混合的話,就是我會加大概一口的液體狀 在這個方式中間 select一個抹茶的東西 但多點那個浮誕也不上一口的東西 在這個方式中間,就是你還要說上這種篇子 但好,那就是你現在的感覺 我們要說的地方可以拍攝的感覺 今天我們要看什麼 然後呢,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要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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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现在加的是My Protein 它们最近出的World Kitchen系列 它就是环游世界系列 它是以每个国家 它们特别的美食去做为蛋白粉的一个发想 我觉得很有趣 那我刚好用的是这个 荷兰的焦糖煎饼口味 那我起初以为这个口味会太甜 还蛮让我意外的是 这个口味反而是我觉得My Protein里面 比较不甜的口味 我想要把它加进我的松饼里面 加一匙 那因为我刚刚加了一大匙又多一点点 所以将近是超过20克的蛋白质在一份里面 那现在大概拌到一个很匀秤 很美好的样子 等一下我们要下锅间 因为蛋白质 才更依静 在某些手 который没有做 一切过程 所以我已经在某些手里 准备一个小葡萄 炸转崖 一切过程 我刚说你在某些手里面 我可以买一些手里面 就是上去看 我现在就帅个手里 这个地方 或者等一切 Just what you mean to me Oh Christmas tree Honestly it's never been 那接下來教大家做的這個blease shake呢 它是特別高熱量的一個蒸雞的高蛋白飲料 那我主要是用這個巧克力松露口味 它也是來自於那個環遊世界系列的 我覺得它也不是說到很甜 松露的味道我覺得它肯定沒有加真的松露 就是還是比較偏人工的那種松露味 如果它加真的松露的話應該那個價格會直接噴上去 那我們就現在來示範一下 好酷喔 這個bread bar真的超級好吃 真心不騙 雖然它的蛋白質沒有說像其他蛋白棒那麼高 但是這真的是My Protein裡面我最喜歡的 就有點像就是小時候我們吃那個KID看 然後它是完全沒有蛋白怪味 我現在成功做出一桌超有聖誕氣息的高蛋白美味甜點 真的是每個人都看起來超可口 老實說我看到這些其實我都飽了 現在呢我直接來替你們試試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剛剛也是加了素食的松餅粉的高蛋白香蕉燕麥蛋糕 然後裡面加了蠻高博力的巧克力 我做的是蠻紮實的 然後因為我香蕉就是沒有壓的很膩 所以裡面還可以看到一些香蕉和一些堅果 因為它的巧克力很意外的真的不會太甜 很好吃 接下來吃這個餅乾 用高蛋白抹醬做的餅乾 吃吃看 欸好吃欸 這個超好吃的 而且你是不是以為這個會很甜 我跟你講不會 然後上面的白巧克力的點子我覺得搭得剛剛好 然後那個crunchy的口感真的很像你在外面吃的那種燕麥巧克力餅乾 最後我真的特別推薦 那登登登 這個呢就是我剛剛用荷蘭焦糖煎餅口味 特製的這個松餅 我沒有去過荷蘭 但是我知道他們也有那種小松餅 所以我特意就是煎得比較小 然後薄薄的這樣子的一個尺寸 然後上面再加上一些巧克力的抹醬這樣子 嗯 喔好吃欸 咬下去就是那個焦糖的味道 會有那個餘韻 但那個焦糖味呢又不會說 讓你覺得就是受不了那種甜膩 我覺得超好吃的 等於就想要多吃幾口 嗯 這下這個 我有點害怕 我平常很喜歡打這種高蛋白奶昔 但是我第一次就是在我的奶昔上面做那麼多 比較邪惡的一些裝飾 因為我在這邊抹了一層抹醬 然後上面又撒一個巧克力粉 嗯 其實很好喝欸 我家的那個液體不要是甜的 所以我是用無糖的豆乳 那剛好用香蕉跟巧克力松露粉打在一起 我跟你講真的是蠻好喝的喔 我真的不會太甜 你的鼻子上都是巧克力 天啊 可是我還想再喝第二口 這個break bar一定要特別挖起來吃 我超級愛吃他們的break bar 然後剛好沾他的那個巧克力奶昔 嗯 超好吃 不禁讚嘆自己小廚師 正誕節最開心的就是開禮物的時間 那這個myprotein他特別贈送我 他們最新的這個跟神力女超人聯名的這個組合 其實我不太確定裡面有什麼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跟你們一起開箱 打開這個盒子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先生們好像也很期待 我們開箱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焦糖馬其奪口味的protein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跟神力女超人有關 但好像焦糖馬其奪口味是他們很暢銷的蛋白粉 然後接下來我覺得這個真的超美的欸 就是他真的做的很有質感 然後上面有那個神力女超人他的側臉 然後這件衣服 我用馬就直接幫各位穿上好不好 直接脫衣袖 神力女超人 我覺得他好像還蠻有一點帥氣又休閒那種感覺 很可以我穿的是S號 愚蠢的人類我來拯救你們了 其實我私底下說到蠻多人去詢問說 妹我剛踏入健身我真的一定要喝蛋白粉嗎 我都會很老實的跟他們說 其實蛋白粉真的就不是一個必需品 蛋白質是生長肌肉很重要的一環 但這個蛋白質呢我建議你主要還是要透過天然飲食 至少要佔80至90%以上的一個比例 那剩下的比例呢有時候5到10% 我就會想要嘗試這些好喝的高蛋白粉 但是當然如果你覺得就是你不需要喝這些 你透過鍛鍊的話你吃的好吃的對 也可以有效的長肌肉OK 那我覺得蛋白粉他有一個很棒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分子效 他的吸收速度快 蛋白粉呢他通常就是含有BCAA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肌肉修復 所以尤其像你是外食族的朋友 比如說你剛運動完你沒有辦法很快的餵自己備餐 或者是很快的吃飯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很快的補充蛋白粉 那我現在就要來示範就是 平常我是怎麼喝蛋白粉的 因為就是我平常也會很KID的熱量 我不希望我這個餐間的點心 或者是這個補充的卡路比太高 通常我只會加水 大概就是150-200cc的水 然後再加1匙粉 那這個1匙粉呢通常是抓20-25克 那這個My Protein它這個size應該都是25克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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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搖搖搖 加大概20-25克的豆 然後就會變成 比較低卡路里 但是又很好喝的這個高蛋白奶系 這是我平常的這個高蛋白粉的喝法 分享給你們 My Protein的聖誕折扣 現在整個已經給它打下去了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想要問說 妹那到底你真心推薦什麼 有哪些東西到底是值得買不會雷的 好那第一個我剛剛說的 Break Bar 你一定你一定要嘗試看看 因為它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我怕它一上架就會被搶爆 通常它們的蛋白棒都整個很大K 那有時候我就會覺得那個太大K 或者是太甜 但這個的size真的是剛剛好 就很適合我們隨身攜帶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這個威化餅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其實我個人好像說沒有到非常愛蛋白棒的那種口感 這種餅乾類的 它就是有很多酥脆的那種餅乾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是多層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呢它就是比較有空氣感 所以我個人覺得吃這個還蠻有飽足感 有時候我也會只吃半片而已 接下來呢是他們好像也是新出的 叫做堅果的水手包 My Protein它的零食它都是比較甜的那種系列嘛 所以它這個是特別為喜歡顯示人設計的 然後它是有這個chili and lime 就是辣椒檸檬的那種口感的水生包 那因為平常我們吃堅果 我們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吃進了多少大卡 所以像這樣子一包就有調味 然後又直接幫你蒜好卡路里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最後的話這好像是他們新出的吧 Not far 你們也知道我是一個堅果控 我很長時候吃什麼都要加一個堅果 所以它這一款呢我覺得女生會喜歡 因為它就是加很多的不同的堅果在裡面 上面就是淋這樣子的一些巧克力 裡面會有花生的那種角感跟香氣 我覺得真的很香 因為它這一根呢它也不是屬於那種超級巨大的那種 它的size也是剛剛好 一根大概也有Zerico的Partein 所以我覺得這一根也很好 然後以上就是我的真心真心的喜歡的品項推薦給你們 然後很謝謝Mapartein這次找我喝過 那我最後還是要提倡一下 就我是一個天然飲食的提倡者好嗎 就是我不希望說你們把這些supplement 當成是你們飲食中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它就只是一個餐與餐之間的一個小零嘴而已 就不用那麼依賴的supplement 那我覺得如果吃這些東西可以讓你開心 可以讓你訓練的時候更有動力 Why not 那我們就給它撒下去吧 聖誕嘴口已經來了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掰掰 Don't get me wrong I think you're great cking себя